所以今天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菜 讓大家看看如何不用電飯煲都可以煮得快 我們還特意調查多一碟菜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nald 今天煮的菜式我們在香港經常都會吃到的 就是菜心炒牛肉的Friend 蘆筍炒牛肉 因為去到英國買蘆筍是比菜心便宜 蘆筍應該是有健康過菜心的 所以今天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菜式 讓大家看看如何不用電飯煲都可以煮到飯 就是因為很多網友都會留言問 如何不用電飯煲都可以煮到飯 這條點就教大家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點的話 按LIKE 訂閱 還有有什麼都可以留言給我的 之後吃完飯再和你聊聊 剛才我打算吃五條就夠了 誰知道切開了的話 原來五條也很少 最後我決定吃完整包 那這次就吃多點菜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多網友都說 看到我經常吃雞肉都覺得有點嚴 我自己都覺得除了雞肉之後都可以試試其他東西 所以今天就特意買了這個牛肉 這個牛肉呢 看到也挺大盤 其實也挺大 我想大概兩… 我記得是兩磅多了 這一盒牛肉 剛才我就已經預先醃了 醃的過程都是用回我們最簡單的步驟 就是我們放醬油 蠔油 然後放醬油 記住牛肉是不可嫌的 這個是上網在大師傅做的 所以如果各位真的醃牛肉的話 千萬不要加鹽 切完之後也只剩下一碗 也好像不太多 太多了 那為什麼不用電飯煮都可以煮到飯呢 那我就是用這個煮的煮飯而已 我忘記之前是不是也拍過一次給大家看 不過有網友說沒看過 又想知道怎樣煮的時候 我就再拍一次吧 這個煮比平時煮的時候要多一點水 因為用這些煮的時候 鎖水真的不太強 所以它的水分就會蒸發得快一點 但是如果你的煮鎖水的話 一定你的煮鎖水功能 而減少一點水 那其實也是這樣放上一個火鍋 開火 什麼呀 蓋蓋 什麼 搞定 然後 噓 噓 噓 然後蓋蓋 那其實就搞定了 那為什麼我一直就沒有買電飯煮呢 因為我覺得電飯煮好像不太需要 除非你要電飯煮做很多功能的東西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電飯煮就不必須了 那等到它滾水了之後 那你就可以調小一點點火 讓它慢慢去焗熟 還有我想說 用這個爐的煮飯是超快 因為平時我們用電飯煮要多久呢 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 但是這個呢 大概十分鐘就已經是煮好了可以吃的了 所以是超方便 那說到它這麼方便 那其實它有什麼要注意呢 就是因為它煮起的時間 它不像電飯煮這樣吸緊 它就呢 那些米煮會膨脹 因為呢 有這個電飯煮的時候呢 那它會膨脹的時候 那些米煮就會寫出來 在這個時間呢 你一定要看火 打開那個煮 和關小一點的火 不然它就會滾出來了 還有呢 第二樣要留意的東西 就是你不可以太大火 太大火的話 它就會焦底了 除非你特意弄到它焦底有飯焦 如果不是的話 記緊要看火 就是這兩個的不好處 因為飯煮呢 你按按鈕放下去 它就會自動煮好了 這個就要多一點點的心機了 那在這個時間 就要拿起蓋子 和關小一點火 看到呢 沒有了一些白色的泡泡 然後就要蓋上蓋子 那什麼時候才要煮熟呢 那你蓋上蓋子之後呢 你就會留意到 飯的邊呢 就會有一些白色的泡泡 有白色的泡泡泡 就代表煮好了 所以這個時間 你就不要走開離太遠了 因為呢 它就隨時很快都熟的啦 那在飯差不多的時間呢 那我們就可以炒上牛肉了 因為牛肉呢 都很快熟的 那這次呢 煮這個菜呢 都非常之簡單的 很快脆就會煮好的啦 那我們就會吃一半的肉啦 那剩下一半呢 就會留下青油的啦 那大概六成熟啦 那就可以放入蘆筍了 然後放進去啦 在這個時間 飯都煮好了 關火 這樣就不用加入太多的調味的啦 因為剛才牛肉呢 我們已經炒了啦 那我鹿筍也加了少許鹽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就會加入資鹽粉啦 做這個資鹽牛肉 如果有看過我肚腓雞翼的影片 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歡吃這個脂澱粉 這個蘆筍真的不用炒得太熟 因為吃蘆筍最重要是有咬口和爽口 所以大概落和炒了三分鐘 已經可以吃了 三分鐘 也會成功 吸收收 吃的 會成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嗯好吃啊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post 就是我们说吃饭的时间 我们就习惯了看这个ViuTV 特别是这个空套吃宵夜 真的超好看 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以为就敢上网 就可以看到这个ViuTV了 不过原来有地位的限制 在英国看不到ViuTV 对啊 然后我们上网就问人 原来是用ViuTV之后 就可以搞定了看完 所以之前 你问我们有没有Homesick 那我们就 一有这个Homesick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全民造星 还有看这个排球仔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有一个广告 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就是人牌有个 粟米汤的广告 就是有首歌的嘛 小小盒 早午晚餐可配合 你粟米粟米熟 不是而已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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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听到这首歌 就觉得 在香港吃饭 在电视 听着这首歌 很有街的感觉 其实来到这里的时候 吃饭 我们真的有时候 会开着一个香港的电视 听到广东话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来到的 这个位置很重要 如果大家都想申请VPN 下面在资讯栏 都会有我的优惠码 大家都可以按一条link去申请 大概2磅多 一个月 就是20多元一个月 咦 这个是不是广告来的 对啊 不知道是直入式广告 哈哈哈 我们有第一条广告了 耶 不如我们说回昨天我们的行山 好啊 昨天我们去的那个 就是BedFork Hill 不知道大家看了一段影片 昨天我们上山的时候 真的超大风啊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因为呢 因为BedFork Hill 经常都说 去爱丁堡 是因为亲近大自然 大自然的环境比较多 这一次 真是第一次去走这个山 所以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如果你有留意 苏格兰的地方 其实它真的有很多山 甚至乎 它的山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有看过BedFork Hill 如果你有看过BedFork Hill 如果你有看过BedFork Hill 有些场景都是在苏格兰湖去拍摄的 那我们那天上去的时候 那种的环境 那种的山势的漂亮 在香港其实看不到的 是真的很吸引的 整个城市是一览无遂的 除了上去这个山之外 我旁边也有个公园 那公园也有个天鹅湖 那公园也有个天鹅湖 那我们一起去 为天鹅敬开心 那其实说回 为什么会突然去这个行山呢 就是因为 有一个家庭邀请我们一起去的 本来是 我邀请过妈妈 跟我们分享 这个找学校的心得 那你也知道 因为当我 就应该没有小朋友的啦 那其实找学校 那些我真的不在学 那但是呢 我也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感恩的一个 的机会 就是因为呢 因为这个YouTube频道 就集合了很多 不同背景的人士 有妈妈的 有些是住了在这里 有些住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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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这个整个社群呢 他们都是很 他们都是很 很愿意去分享自己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 我就很狡猾地 就问这个妈妈 既然你这么熟 这个找学校 不如你也跟我做个访问吧 不如教一下不同的妈妈 就怎么去找学校嘛 那始终他说 他有实际经验 比Donald Ho去说 对不对 那之后呢 他就带我们去喂天鹅 嗯 很开心啊 整个体验 第一次去接触爱丁堡的大致 对啊 虽然上到去真的超级冷 但是上到去真的超级漂亮 如果你们来爱丁堡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那我们继续吃饭了 那如果你有什么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的 最重要是按like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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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啦 如果你想请我们来喝杯咖啡的话 下面也有个link 想申请VPN的话 下面也有优惠码的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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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